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敲门砖 前奔驰S和宾利天悦设计师交出的答案就摆在这了 硕大的编织顿型中网 比例协调的溜背车侧 以及车头侧北环绕的双条车灯 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古典优雅 尤其这个轮圈 这种有点大顶圈设计的感觉 很少出现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上 一般都是更更更高级别的车型才会用 但杰尼赛斯上脚之后 感觉非常协调 内饰也是经典的平行对称多层次设计 坐进车内 配色很优雅 尤其方向盘的造型 古朴 豪华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点 用料和配置 这两方面往简单了说就是提高成本去堆料 上面翻毛皮 中控 真皮和实木木纹 那哪怕真皮需要选装 但是实木木纹是标配 大部分人看到这个内饰的第一反应 哇 这么豪华吗 但我还是要挑一个小问题 门板上面这一条是糖素的 所以如果你像拓海一样开车的话 马上就能发现问题 但如果你支在两边的话 触感是非常细腻的 那配置方面 这款车在40万左右 配置算非常高的 你能想到的 它几乎都有 方盘电动调节 加热 12.3英寸 裸眼 3D 全眼睛一表 上方HUD 14.5英寸中控屏 座椅通风加热 甚至这个价位还带电锡门你敢信 当然豪华不能只是简单的堆料 说两个小细节 第一 座椅两侧多了一块填充物 手机不会轻易掉下去 第二就是座椅电动调节 感觉像是几个很细的齿轮 很细密的运动 这种感觉各位亲自去试一下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最后挑一个小问题 就是旋鸟 滚花很精致 上面是触控板 它的整个逻辑很像是iDrive 但问题是阻拟感 说白了就是劲小了转不动 劲大了一下就是两三格 没有办法细致的去操作 那在H100内饰异用性中 这一项是要扣分的 第三点后排够不够踪滚 从空间上来讲 这车G80最明显的不足 和国内各种家常相比 它后排一全四指的空间 对于中大型车来说真的不大 再加上头部空间两指 包括前排都是比较局促的 但是配置真的高 首先座椅又宽又长 再加上看这里 密密麻麻很精致的按键 两侧座椅电动调节 通风加热 加上后边的电动遮阳帘 其他的按键是控制前面 这两块小屏幕的 这基本上是老派豪华品牌 喜欢做的设计 这两块屏幕基本上是车机的延伸 没有太多车联网的功能 可以通过U盘来播放音乐和视频 另外如果你在老板位的话 可以通过前条副驾座椅 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这里也问一下各位网友 中大型车现在还有商用需求吗 我的同事530 540 基本上完全的是家用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空间和配置 你们能满意吗 接下来我们说第四点静谧性 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它对豪华感的影响非常重要 G80前后都采用了双重玻璃 我们实测的噪音数据和5系差不多 主观感受还要更好一些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发动机的运转品质 G80无论噪音震动 还是启停的动作都非常轻 好几个人问我 这是不是一台6缸的发动机 除了系统能模拟出发动机的声音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运转品质 在这也提醒各位 去加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熄火 因为车里车外都感觉不到震动 我就犯过错误 那由此引申出来的第5点2.5T发动机性能表现怎么样 豪华的第一诉求不是性能而是底气 但你必须要有性能对吧 我们实测的进攻率是279马力 厂商宣称攻率是304马力 发动机达成率91% 实测轮上攻率是228马力 传递效率82% 那加速测试也没有达到我们对2.5T发动机的预期 成绩是6.9秒和主流的2.0T发动机差不多 不过油耗是达到预期了 10.5升每百公里 那顺便汇报一下刹车成绩35.38米 米其林PS依然很强 接下来我们说驾驶感受 首先结论这不是G80的优势 那动力稍微有一点粘质感或者说不太跟脚 不过后劲很足 我们在赛道体验的时候 150公里秒时以上依然有这种圆圆不断的感觉 变速箱换挡不算快 平顺性确实很好 但还是要挑两点瑕疵 第一点是60公里秒时收油滑行的时候 仔细体验能感受到换挡动作 当然和5系那种拖拽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二是20公里秒时左右给油的时候 偶尔会有闯动的感觉 这两点在A1100里都是要扣分的 底盘表现和5系类似都是那种有韧性的感觉 厚重感和高级感都有了 但是它比5系要感觉更紧一些 所以路面细碎的信息保留会更多 那这个就要看个人喜好了 因为这辆车确实是营造出了一定的驾驶参与感 但其实油门不太跟脚 又让这种参与没有办法做到极致 那优点是底盘在处理大的颠簸 像减速带和火车轨道这些 是会明显更舒服一些的 跟我一起测试的540车主也是这个观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图文文章 另外这辆车有接近2吨的车重 但是侧向支撑还好 快速通过起步路的时候会有一点忧起来的感觉 最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赛道和绕装的体验 这辆车方向盘电子味比较重 回馈的信息很少 指向性不错 车头响速的很快 车尾呢整体感很强 跟随性也很好 在高速�弯中甚至能通过滑动来帮助转弯 但还是车身太重的问题 在绕装过程中 越绕重量叠加越多 车尾就越不可控 但是总的来说 运动的底子是不错的 所以捷尼赛斯G80到底够豪华吗 它的优势是设计等几乎所有竞拍部分 它的售价是36.28到45.38万元 但看起来真的有五六十万甚至更贵的感觉 驾驶体验不是它的优势 但也是40万的正常表现 我觉得30岁买这样一辆车 看着有面子 并且既对老婆孩子的舒适性有了交代 也能让自己那颗还未老去的心 体验到驾驶的感觉 从产品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它是够豪华的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品牌辨识度 目前捷尼赛斯只在上海和成都两个城市建设了体验中心 我也打电话问过了 目前想要提车或者是五年或十万公里的免费维修保养 都要在这两家店进行 当然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未来一定会建设体验中心 但是具体要等多张时间 目前还没有消息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觉得 等体验中心建成又会幅度应该也有了 但是可能不太会 因为捷尼赛斯采用的是直营的形式 线上下单线下提车 那没有4S店就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第二就是我觉得这款车也是值40万这样一个价位的 第三点就是从品牌的角度出发 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于这辆车和其他车型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编辑博客或新浪微博里给我留言 我还是曹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